小朋友坐在鏡子前 拿起牙刷專心的刷牙 每個動作都不能馬虎 刷牙這麼正確都會影響到成績 所以我們之前在練習的時候 拉牙線的時候 手都常常會瑜伽 而且線捲的時候也會很痛 但是我們努力了克服 來參加這次的假比賽 然後每次在讀書考完試 我們都會好好把錯誤的地方 再讀一遍 導出正確的答案 今天參加的節牙比賽還蠻有趣的 就是雖然一開始會有一點緊張 但是快比完之後 就會覺得好像也沒那麼難 然後比完還有傳官活動可以玩 因為疫情 而停辦四年的兒童節牙觀摩活動 今年恢復實體的活動 國小組總計有11所學校 110位學童參加 學生們需要進行口腔保健知識比試 牙線和牙刷技巧評分 最後再經過牙醫師使用牙菌斑顯示劑 檢查清潔程度 第一名的選手要代表金融市參加全國節牙觀摩比賽 那我們這一次的節牙觀摩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是在於教育我們的國小學童正確的刷牙方式 以及正確的口腔衛生觀念 讓他們達到身體健康從口開始 健康市議長通知委 議員鄭義芳 衛生局長張賢正 教育處科長楊永芬特別出席活動 對於兒童牙齒保健從小做起 呼籲家長學校一起教導孩子正確的解牙觀念 這一次是睽違四年後 因為疫情的關係首次實體的一個解牙比賽 我想這段時間帶給我們基隆的這個小朋友們 很多非常多正確的這個解牙的觀念 從小保健從小做牙齒保健開始做起維護身體健康 這是我們過去在我們長大的那個年代 是沒有的資源 我想牙醫師我們基隆市的牙醫師工會 都付出自己非常多的時間心力 都是看診的時間 來為我們這個社會做一個公益的付出 我覺得非常值得肯定 所以我們也特別敢來篤南國小 來謝謝牙醫師工會的用心跟努力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基隆市牙醫工會 跟我們篤南國小 還有我們基隆市衛生局 共同舉辦了這個接牙比賽 那我想牙齒啊 對於每個成長的小朋友來說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們每天都必須要早晚刷牙 那今天的活動也非常有意義 是因為我們的主辦單位 他用了餅乾 先讓小朋友先吃了餅乾之後 然後再來刷牙 那刷牙漱口完再用顯影劑 來看看自己的牙齒有沒有刷乾淨 那其實這一個活動 可以讓小朋友正確的知道 我該如何刷牙 還有飲食完 必須要刷牙的重要性 那未來啊 也希望這個活動可以繼續的再舉辦下去 活動下半場 特別安排了特需學生參加 這幾年來 市任府和牙醫師工會 積極整合各界資源 讓特需生看牙不再恐懼 那我們的孩子因為平常在刷牙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一些很敏感的一個狀況 然後藉由這個活動 我們讓孩子看影片 然後聽音樂 然後照鏡子 然後慢慢的替他們撿敏感 然後他們也很開心來參加這場活動 通常特需的孩子們 他們更需要一個比較緩慢性的進度 不是大家預期的說 我今天痛了 來了就可以直接看牙 他們需要更多的安撫 然後更大量的我們所謂的 Tail修度 先告訴特需的孩子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秀給他們看 讓他們知道說 你其實今天做的事情 我們只是幫牙齒洗洗澡 然後在接下來實際的操作到他口內 但是如果當特需的孩子們 他們來的時候 他直接是牙齒痛了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承受說 我今天直接要被做治療 這也是回歸到我剛剛前面說的 我們希望先建立穩定的三個月的追蹤 三個月的定期檢查 先建立孩子跟牙醫師之間的默契 跟信任之後 我相信孩子對於 他如果真的臨時有牙痛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 看牙齒好像沒有他想像的可怕 所以我相信在往常之前的案例 是因為多數的診所 他們可能一遇到特需的孩子 直接牙痛來 可能第一時間只能做拒絕 因為覺得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 處理這樣子的孩子 但是如果當患者 家長跟牙醫師端 三者之間建立一個良好的默契 家長可以給孩子說 我們今天也是去找牙醫師叔叔阿姨 看看牙齒 小朋友會發現 對呀我之前看牙都不可怕的時候 當他們再要踏入牙醫診所 或是醫療院所的時候 他們的恐懼度 我相信是平緩許多的 今年我們感謝 布立基隆醫院有幫我們承接 衛福部口腔健康師 這個特殊需求牙醫的 醫院的一個計劃 讓他們開始會在這個計劃裡面 做一些努力 那當然這個計劃只有一些基本的行政的跟個案管理的費用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子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今年跟整個市府跨團隊去討論去回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五月六月的議會追加檢預算裡面 我們去編了這個特殊需求者的牙醫的一個預算 我們希望我們目前基隆這些牙醫的院所 那不管是醫院或診所 如果有心 我們透過硬體跟軟體的補助 硬體包括我們這些牙齒的這些機台 然後還有麻醉的機台 然後再加上我們早在外縣市比較有這些 經過麻醉之後做手術治療 特殊需求者牙醫的麻醉科醫師跟牙醫師一起來協助 希望透過這個預算的爭取 在既有的這些基礎上面 能夠真正把它做好更進階的服務 在那個之前我們感謝我們的 部立基隆醫院跟幾個牙科的診所的醫師 他們已經在我們帶領之下 跟台北市的兩家特殊需求牙醫中心 一個是雙和醫院一個是台大醫院 我們已經建立了綠色通道 那實際上大部分的病人 目前我們可以在基隆的這些牙科 得到適當的足夠的服務 極少數的個案 我們希望未來也可以在基隆提供服務 活動中也邀請了12組家長帶孩子們 一起參加親子解牙組比賽 讓孩子的家長共同學習 平常有在幫小孩刷牙 先讓小孩自己就會 按阿油自己去刷 那刷完之後我們再做檢查 要有任何缺點 有任何遺漏部分我們就幫他刷 讓他知道說哪裡該刷 那也要刷乾淨這樣子 那這次來我們知道是說 醫師有幫忙檢查 那我們還是有比較細節的部分 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還蠻不錯的 那回去之後我們就可以去 遇到那個醫師說的落點 缺點部分我們就做加強 早上的話是國小組比較緊張 下午的話是幼兒園跟特區的小朋友們 那我們下午的話就是一個解牙派對 那我們鼓勵小朋友 還有家長一起來參加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總共有八組到九組的親子組 也就是說我們邀請家長一起來參與 不管是幼兒園或者是特區的學生 尤其是特區的小孩子 因為看牙不容易 所以我們希望家長能夠在家裡 就可以好好的把牙齒照顧好 然後照顧好以後如果去看牙齒 頂多就是定期檢查跟屠服 那檢查跟屠服對小朋友來講 是最簡單的 所以不會有威脅性也比較不害怕 透過舉辦擠牙活動 讓孩子們展現努力的擠牙成果之外 主辦單位也安排了闖關遊戲 準備豐富的獎品 讓學生和家長都能盡情的學習 正確的口腔衛生保健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